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是一个 编织型的环保饮料提带 我有特别算过这个提带的尺寸 之后特别藉由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所买到的600ml 这是1000以上的饮料 这样子的编织 这样子的材质 然后这个提带呢 它是双用的 两种尺寸的饮料都能够使用 制作不难 使用也很简单 干净利落 然后如果即便你遇到了下雨天 潮湿的话 其实也很快就会干掉 是很方便制作的一款饮料提带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个饮料提带的制作方式 在核算的时候呢 从头顶到底部 取六倍 换算了一下 180公分来制作 所以呢 我准备了六条 一二三 然后是五六 六条180公分的闪绳 来做编织 那另外我们还在准备一条100公分 它主要用周围 好 先选出一条做我们的主轴中心 提起来放上去 蓝色的线在上面 橘色的线在下面 半折拉过来 全部挂上去 好 趁这个时候呢 把每一个结稍微拉起来 轴心的这一条 头尾也是相对 我们要找出它的中心点来 好 那找出中心点的时候呢 把它拉紧 自己打一个结 这个圆就出现了 我们这个作品的圆就出现了 这个结很简单 就是很基本的打死结的概念而已 好 那我们这个圆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底 底 所以我们编织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编 那我们把它放上去 第一个结我们在打的时候 我们可以摊开这样子打 OK 原本这一条线 这一条单色是自己套上去的 那现在要把两个套上去的相邻两边打一个结 那记得一件事情 你今天打的每一个结 只要技巧相同 你看我这样握着过来 就是直接用套结 就直接这样把它打好 这个结具 建议每一个结具都要一样 就会很完美 然后我们要去跟隔壁比对一下 我们的双套结线具 只要达到一样 它就是漂亮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每一个结都打好了 所以我们总共打了六个结 那我们已经编完了第一轮的六个结之后 我们要编第二轮 好那我们就会抓旁边 抓旁边相似颜色的来编织 当然我们在编完第一个之后 我们的线具下来的时候 我就建议是把它这样抓下来 然后慢慢的往下编 但是呢你自己要算好哦 每一条该抓的是正隔壁那一条 不能够混乱 不然的话你打起来结是没办法成网带的哦 我们做完了第二层结 现在摊开的话 你会觉得它的线条是皱皱的 因为我们需要让它成这样一束的 然后要用再打开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开始继续编 这种方式来讲 我们按照咱们找到这种方式来的 才能够熟 您购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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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长度也够了 凑除了第一组之外是 1 2 3 4 5 6 7 总共编织了7组的结 如果你的线比较细 或者是你这绳宽比较紧的话 要用到8结 那长度大概就24公分 那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左右两部分 我们先处理单部分 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再打一个结 挑中间那两组线 把它各再打一个结 因为我们要延伸手把的整个视野 以及它的绳子 实用度 打完结之后呢 把它以三谷边的方式编起来 三谷边呢 就是两条 两条 两条的概念 如果你平时自己在编织的过程中 你这个位置可以固定 编织过程就会比较轻松 编织完之后 我们使用针线把这个地方先固定缝起来 如果你有QQ线啊 就可以直接使用QQ线来把它固定就好了 不一定像青一样说使用针线来缝 好 那缝到这里的时候剩下这些小屑屑啊 留大约在两公分左右剩余的剪掉 这是单边的提拔 那另外这边也是相同的做法 我们下期见 那提把部分 我们基本上是已经把它做一个收尾了 可是真正的结合法在这里 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 像刚才清雨线没有剪掉 我就把它多绕几圈 我要让整个提把 它们是密合着的 结合过程中要多绕几圈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提把能够耐受度高一点 好 这是一个提把的左右两边 所以你这条提把 你一定要让它顺着 整个边支你要让它顺着 你不可以让它扭来扭去 那你到时候这提把会很难使用 所以如果你让它顺着的话 其实这样的结合法就OK了 那我们来收尾了哦 刚才提到了100公分 然后这是我们整体带子 提把的那个握把处 大概是这一段 所以呢我们就是对着 对着这边有一个U字型 然后我们提把的位置 来 各位看一下 正中央 所以我们提把的位置大概会在这一段 下卷点在这里 那我们要来做卷的动作 两条并行在这里 然后呢开始卷哦 那卷的时候我们刚才像我们刚才有缝线的地方 就要尽量把它长到那个卷线里面去 因为线粗 所以让它比拎着走的话 整体就会很漂亮 整个边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去注意这个线的顺限哦 好 那我们来稍微对一下我们整体的那个弧度 在卷线的时候就是随时还要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对称效果 好我觉得我已经卷到了 这条线尾呢就穿过我们刚才预留的这个洞 然后把这条拉紧 当然因为我们刚才在编的过程中已经都拉很紧了 所以它其实这条线是不好拉的 这个线尾直接收到整个主体里面去 你再使用它就不会脱开 好 线尾已经被我们拉到里面去了 这两段都剪掉了 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通过这种编织法 可以让这个绳带呢 兼顾耐用 透过绳子的组合 它在装置过程中弹性空间蛮大的 可以看得出600ml跟一公升以上的饮料 平身大小差蛮多的 可是它却很好使用 即便是下雨天或者是说 你天气很热 你拿冰饮能饮的时候 它都很容易就放进去 不但有造型 然后呢在使用上又方便快速 然后它在收纳也很快 因为它实际上收一收就是这样子一小卷绳子 就可以丢在袋子里面都很好用 希望各位能够掌握这个编织技巧 然后好好的运用这样子的线绳来完成作品 那今天轻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对轻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哦 拜拜